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在教育资源上赵薇并不吝啬 她耗着1.2亿元购买香港豪宅 几位女儿就读香港的九龙台某国际学校 但朴实这一点呢在小思佑身上也体现得灵力尽致 赵薇对女儿小思佑的打扮也是敬虔朴素 很是接地气 网友大赞最低调的豪门 然而同样的面对高颜值的辣玛丽小鹿 给女儿甜心的打扮也是十分的接地气 于是呢这可以引来不少坎坷的疑惑 甚至好些网友直言大大吐槽李小鹿 不会给甜心打扮 但那亮发话可以宠她不能惯着她 不是没钱买大家一样就好了吗 说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也纷纷有点赞的冲动了呢 作为父母我们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 但是可可觉得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就是交给他们正确的价值观 让他们健康快乐的长大 你们说对吗